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從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軍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林匡正 nothing would be easier politically than to refuse to meet to refuse to engage but that would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as president I cannot make decisions on foreign policy in a futile effort to appease partisan critics or the media or Democrats who want to do nothing but resist and obstruct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ffords the opportunity to open new pathways tow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ur world I would rather take a political risk in pursuit of peace than to risk peace in pursuit of politics as president I will always put what is best for America and what is be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剛才看完川普見過普京之後的對記者說的話 其實有些感慨 為什麼 有些感慨 感慨就是 因為我逐句解 如果大家的英文差一點 我解釋給大家聽明 人家是做回自己的本份 你是以自己的國民為先 再繼而去 你真的收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你看我們香港 泰國不用收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愛國愛黨可以的 剛才他講的什麼呢 剛才他見完普京之後 其實他見普京的時間 這次跟英女王很不同 見到英女王都射開了 又不扣樓 又走在英女王前面 他真是厲害 但今次去見普京的時候他很緊張 因為他的頭碼 我經常講馬來西亞國防部長 他以前是做過北約總司令的 即是說我的頭碼以前是搞開普京的人 現在我要直接跟你講數 原本就很緊張 你看到他又不笑 又很神釋形眾 要他緊張得很難 真的是真正事 你有什麼事 談不合數 大家鬥禁制的時候 是否糟糕 見習近平也不會這樣 但幸好他們今次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新的 剛才那段影片他講了什麼 他就說我翻譯了這個 我講給大家聽 他說在政治上最容易的做法 就是不去面對拒絕毀滅 你看你以前奧巴馬他們 黑龍頓時代有什麼事 你會不會跟葉里茵那些聊天 你不會的 他很壞人 你就不去談 總之是不聊天 總之是自己做 你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你初一我做十五 總之又不聊天 但上次阿金仔那件事他直接談了 已經很不同了 是的 他說在政治上最容易做的做法 就是不去面對 他絕毀滅 他說這樣完全成就不了任何事 去看我們那些仆街高官 會不會跟我們聊天 不會的 他最不想跟你聊天 是不是 他說作為總統 我不能夠作出一些 徒勞無功的外交決定 這個也是很認真的一件事 他是看效果的 始終他以前做生意 是不是 徒勞無功的外交決定 包括你以前奧巴馬 你跟很多人談完很多事情之後 國會不會過 你都搞不定的 他說不會做這樣的決定 為了去取悅國內的各個黨派的批評者 去取悅媒體 除了製造障礙以外 什麼都做不到的民主黨黨員 如果大家有跟開這些國際東西的話 你會知道近期特朗普很喜歡 帶一個特別的用語 這個用語就叫做 Obstructi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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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惹你大大聲說 又有啞嘎嘎嘎 但是反這件反那件 到最後你又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 真的做到一些效果出來 美國民主黨的黨員 現在很多都是英美人 還有他說 美俄之間具建設性的對話 令到我們能夠有新的機會 為世界帶來和平和穩定 雖然好像不關我們事 我們也不想他們兩個開拖 有些甚麼事 真的很麻煩 你不聊天的時候 之前普京很喜歡玩這件事 原來 就是無緣無故擺一些潛艇 在加州對開海 就是這麼近 然後 Mathis那些就說 我知道 我後面有船在跟著你 你不知道我跟著你 是甚麼意思 就是他們輕易玩這些 你一個擦槍走火可以很嚴重的 幸好他們有聊天 他們說 我寧可無政治的風險去追求和平 亦都不願意犧牲和平去換取政治的成就和理應 就是他們才這麼轉圈公開說到這句話 而且是真的這樣做 好厲害 如果你是 給著你 你會不會 給著你 如果我真是 私提 你不想那些黑社會說不定數的話 那你就要得罪這些大班政客 那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不會 你如果有甚麼事要他們打架 即是吃花生 你都會有空 最重要就要我有錢 最重要再要沒有搞多過 最重要我會有意籍 最重要我有 beach 最重要 我沒有交給他 但是 won't她 就是 Może看 那我這麼意見 這是她來跟 basin 那個人一直都是 確實實地做出 pastel et 人家作為總統 我一定要以美國和美國的國民利益 Are you going to do your own 你一定把美國國民利益作為首要考慮 這句說話令到我們感慨 我們的林鄭月娥 我們香港的政府 所有東西是 完全是杜蘭鑽 以深圳河以北的官員 不是人民 而是官員的利益 甚至乎陳茂波 特意站出來為一間公司商業機構說話 你身份已經有問題 你不為香港人說話 美帝就是美帝 沒辦法 我又有一點點想法 要告訴大家 美帝其實也有一點貶義的意思 以前有些做法是很壓榨的 我在說在奧巴馬時代 或者在再之前布殊的時代 他有些賣武器給人 吃兩家茶禮的做法 又要屈膠你去幫他做一些事 但現在不是均真很多 不是利益考慮 而是以實際的成效來考慮 所以沒有這些偽善的東西 以下他所說的東西沒有在片段上 我看回他原本的講話節錄 我翻譯出來的 他就說在今天的會面之中 我直接向普京總統提出俄羅斯 剛於美國選舉發生的問題 因為他的對頭 希拉里那群人 經常說 普京他捧你 他那時候操縱我們 操縱選舉 冤枉普京 我用得冤枉這個字的時候 當然是有沒有做到呢 這件事我不評論 但是看普京的反應 純粹是心理學的反應 我不覺得是他做的 他說 我覺得這樣的議題 最好當面來說 當面來說 即是你們兩個大佬 我的男人說他這樣說你 人傳人的說話永遠是失實的 他們兩個當面說就好 不用那麼多誤會 他也用了很多時間去說 他說普京總統也十分樂意地去談 他不是迴避這些問題 這裏我很重要的一件事 要帶出來的就是 正如如果你沒有錢交了 包租公出來敲你們 那你究竟要躲在裏面 假裝聽不到 假裝不在家裏 會處理到這件事 還是開門跟他談呢 大家是說這間屋沒有人 那你真的要解決問題 你始終都要面對問題 這是第一件事 你想治好病 首先要承認自己的病 是沒有錯 你才會去看醫生 香港外很多人都是 我們知道有很多問題 但我們沒有去面對這些問題 他說普京沒有迴避這些事 他也有一些很強烈的感受 他表達了給他 可能他在這兩個人見過的時候 也說了一些很有趣的想法給他 我覺得可能是 他 想了幾招給他 對付那些民主黨的樣子 他也說 我們也談論到 當今人類面對最嚴峻的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核擴散 他向普京總統提供了上次和北韓領袖金正恩 面對面之後的最新消息 他們兩個自己談完 有些甚麼是沒有告訴傳媒的 他也親自說了給普京聽 我這裡說了很多話 都好像不關香港的事 如果你沒有那個中國 你不知道 其實 他們談好了數的時候 如果美國 美國在甚麼時候會和蘇聯和俄羅斯 會走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是有甚麼事會發生的呢 就是當你一個更加嚴重的大哥 你要打的時候 以前美國和蘇聯合作的時候 是甚麼事呢 就是打希特拉 是 希特拉這麼嚴重 都被他們兩個搞定了 你想想吧 他們這次再很親密地見 亦都談好了數 亦都有些任務是要去做 那是甚麼任務呢 因為其實 中共他買武器 買軍火 是向俄羅斯買了很多 他們最Tip-top 最先進的武器 雖然比美國那些還是差截 但是俄羅斯都很生氣 就是他們買了東西之後 就是拆開自己去reverse engineering 去看看別人怎樣做 然後自己又做差不多的東西 假裝是說自己做的 然後可能賣給非洲國家 怎麼樣 但是品質又差一些 就是俄羅斯都知道 他們有這些這樣的虛擬 是 而這件事 就是都辣到美國 因為美國之前有試過 有些無人機 但是它是潛水艇 就是很小的潛水艇 但是無人機 以前有一波 我沒有記錯 就是被大陸打擊了 接著 扣留了 還要拆開 搞完一大餐 然後才還給別人 這件事 是特朗普和普京 兩個都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談完之後 其實我知道他們應該下一步 就會 其實是開動 如何認真去對待 去對付中共的做法 因為他們看到中共 有很多瓦炸的行為 是開始做 在軍事上有急速的擴張 武器上 數目上 或者做法上 尤其是在台灣 在台海 或者在南中國海 他們都有很多行為 用一些雷射射射射 那些美軍司機的眼睛 那些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 一談得到數的時候 就很好玩 在普京和特朗普見面的時候 與此同時 共匪的總理李克強 就跌倒地飛去歐盟那邊 跟歐盟的領袖 就有談得到數 因為他們看到 如果讓你們兩個談得到 你們兩個圍起來 搞我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做 他唯有去找歐盟的成員 這裏就是 譬如是和德國那些聊天 為何他們會找德國那些聊天 就是因為 特朗普在處理貿易逆差的時候 除了搞中共之外 因為我們知道大家互罰 就齊在中共 原來有九成的黃豆 都是要跟美國買 你這麼齊 你先不要跟別人開拖 原來他處理貿易差的做法 是有波及歐洲的國家 因為他想保護美國的汽車製造業 所以決定向歐盟輸出的汽車 輸入去美國的汽車 沒有記錯好像是雙位數的關稅 就是那個百分之外 罰得很嚴重 那德國就是 這次就是 因為德國原來是 整個歐洲 有五成 以上都是德國人製造的 那便被罰了 於是 中共的李克強 就去找德國人聊天 就打算 看看 可不可以 怎樣合作 但是 放在樓下去德國會不會有關係呢 其實我都在深究 但是你那邊又捉了他弟弟 那其實想怎樣 沒有 你是無限人質的 他弟弟也可以有 他弟弟的老婆 他弟弟也可以有 他弟弟的老婆 他弟弟也可以有 他弟弟的侄女 你無限捉的 我都不知道中共想怎樣 那些罰開了一條路 還有你 講開車 中共也是一件事 的罪人發生 那就是 控制 panel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收到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 那就是 這個是美國的福特 他出過一款的車 就是那個牌頭 叫做 Mustang 就是野馬系列的跑車 美國的嗎 野馬不是中國的嗎 你講得好 這個 那野馬呢 為什麼說中國賊呢 就是 之前就在 2016年 野馬汽車 就是中共的野馬汽車 就指 他們和別人正牌的車的名字是一樣的 就是 總之就是有官司 就是大家互告 這樣子 那 最後 就是 去到成都市的中級人民法院 那裡 就判定了 就是福特中國 敗訴 敗訴 那 就 審判的結果 就是要賠錢的 要賠給這個 這個 瘋 就是 他的原因就是 他覺得 喂 野馬這個牌子 在 在我們有先的 你現在是美國佬 你之後才來 那你侵權 原來是說人家侵權 人家一九六幾年 已經有這款車了 糟糕 所以 他留言 如果罰他就罰他 反正那些大陸 其實大陸 大陸 其實身口很誠實 是嗎 他們買車 最後都是買回別人家 所以 有些人都說 那間 真的叫野馬 他真的叫野馬 那間 其實是小小小 很明顯 敲詐勒索 敲了千多月 一千萬回來 我就慢慢撕 我就拿來 中國人的特性就是這樣 一千多二千萬 你可以消耗多久 就是 我們在說 R&D 或者在營運上 你都不是支援到很久 好實說 他不是營運間公司 他自己去日本玩而已 你猜他們真的 那麼好生意頭腦嗎 你騙完這些錢回來 自己馬上去日本 去完日本 就說我抵制消日本 然後去完日本 再去美國 抵制美國 是這樣的 但是去別人的地方玩 對 我們說完 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數字 就是 美國在罰340億 在罰他 罰大陸 340億 有多少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說 還未完 還未 還未 再有得升級的時候 下一次 再有一輪 新的制裁系列 新產品的時候 那些東西 就有二千億 大陸有這麼多錢 我怎麼知道 不過不要緊 大陸沒有錢 就不要緊 下來香港又烤炸 又起一些不知什麼 然後又起一萬多 二萬億 又說烤炸我們的庫房 就可以了 然後找愛港之聲 周庸 愛港力 那些幫我出聲 又說 香港要發展 香港要賭錢 去發展 那大陸就有錢 所以說 周庸全家撐了這個地方 你明知道 現在 所有香港的基建 的錢 全一部就是 去大陸 讓大陸 中國政府 送去外國 那你還說 要發展 你這些混蛋 買香港就買香港 幫港 買港出聲 這些人千萬不要落在我們手上 那今天就差不多 差不多 現在第五節 第五節 回來了再說 好香 好辣 好吃 一百萬辣 一百萬辣 到 嘩 新鮮的印度鬼椒 真的這麼厲害 嚴重 嚴重 回不了 頭 谢谢观看